上周四,选举管理委员会宣布将于明年3月11日举行立法会补选 田宝因由慧晶,梁仲恒,罗冠聪及姚松严被释夺议员资格而出缺的四个议席 由于刘小丽及梁国雄已提出上诉,故他们的议席暂不会进行补选 功能组别将补选一席,而地方直选方面,新东,九西及港岛军事补选一席 亦即是单以席,单票制,所以若民主派能取得共识 每区只派一人参选,就应可中夺三席 目前大家仍在协调中,据称倾向由被释夺议员资格的前议员,被DQ者,参加补选 可视,近日中共喉舌以赞文指,政府应修例禁止被DQ者参与补选 然而,即使政府不者般针对性修例,也有其他途径可阻止被DQ者参与补选 基于所有立法会选举的参选人,均需声明拥护,基本法,和保证效忠特区 并签处认同香港是国家不可分离部分的确认输 更重要的是,选举主任可决定参选人是否真诚作出上述声明 故被DQ者未必可以通过这一关 其实,两宗立法会议员宣誓司法复核案 已导致民主派在立法会内只剩14名直选及10名功能组别的议员 换言之已失去分组表决的否决权 故保皇党的确可在这6个月 利用他们现时在立法会的绝对优势为所欲为 除了修例明确禁止被DQ者参与补选之外 更可修订立法会的议事规则 如限制拉布等 剥夺民主派在议会内紧如的抗争空间 不者希望特区政府和保皇党都不要,有风洗尽 既然林郑月娥不断强调要修补行政立法关系 那就不要,趁你病,拿你命 否则,当立法会仅容许一言堂 只会令以